我先分享一個 網路上流傳最奇葩的規定 在義大利 路上仇女 那是怎麼分別 這是規定 醜跟美的定義 不然會被罰 會被罰款 然後我去查了 發現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 我可以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是 就是說像羅馬大家去過 羅馬最熱鬧的地方叫做西班牙台階 西班牙台階是歐洲最長的台階 很漂亮 羅馬假期什麼 玩命 關頭石 不可能熱鬧漆都在那邊拍 然後走下去就是最熱鬧的 那個購物街 然後很多那種戲國 或是各國那種億萬富翁 他為了要能夠體驗平民的生活 他會故意的躺在那邊曬太陽 然後上IG 然後叫People seeing 就是看人這樣子 就是一微微風潮 太多人在那邊這樣做之後 開始罰款 就是說如果你躺在 西班牙台階上面的話罰款 坐樓梯罰款 坐樓梯罰款 罰多少錢呢 這麼貴 這麼貴 然後我最近 1萬2 對…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我去我一直躺著 然後警察就嗶嗶嗶嘛 不可能 他不會取締你 你是真正的遊民 對… Homeless Homeless 對 就一對他一趕所有人 可是我又發現 一群美女永遠不會被趕 他就會趕那個 他覺得愛演的 覺得愛演不好看的 就趕走 但俄羅斯美女就會過去聊天這樣 對…就沒事 我就看她們永遠都躺在那裡 都沒事 穿得少少的 曬太陽 都沒事 然後我們就一直被趕…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法規也是後來因為 執法的不一樣導致出來的 因為她沒有一個公正性 對… 太過… 那妳也穿比基尼不就好了 那是華冠 這樣一定會發 來…來分享 對 分享各國的好不好 感謝 我又是第一個先講 就是為了 為期一週的蟹肉節 送別冬天迎接春天 對 就是因為是本來不是很冷 然後就是冬天就是特別冷 所以就是從古時候到現在 就是我們有一個節日 叫做蟹肉節 而且它是一個傳統的節日 它是也是跟我們的這個 東宗教有關係的 就是跟我們的宗教 它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之前就是 我們在這個時刻 就是不能吃東西 不能吃肉 因為就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就是先禁止吃肉 這個一期結束之後 就是我們要慶祝 現在就是 可以吃肉了 就很開心 就謝肉節 意思就是我們要 把這個冬天送走 就是終於就是可以懷迎這個春天 就是你們的過年嗎 就是類似過年的概念 然後也是很特別是 就是跟過年一樣是 我們也是一週 然後每一天 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 去吃玻璃餅 就是我們會去做一個餅 比如說第一天要在家裡吃 第二天要去男方家吃 第三天要去女方家吃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辦很多活動 就是我小時候很喜歡 因為我們的學校 也會辦很多活動 就是我們會穿傳統的衣服 然後就是要唱歌 也要就是 還會就是辦一些展覽 就比如說小朋友會做一些作品 然後就是代表就是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會做成一個娃娃 就是用草做的 然後也要把它燒掉 稻草人 燒稻草人 對 稻草人 就是意思是說他是懂天 我們就跟他say bye bye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就是用那種 就是圓環 然後就是在那邊跳舞 然後看著他燒掉這樣 迎信送修跟我們的過年差不多啦 大家就是會在旁邊就很開心 會唱歌 他們在那裡玩噴火幹嘛 對啊 因為這個就比較厲害 一般都是會直接把它電火燒掉 然後就是其實每一個城市 不管是摩斯科 或是其他向下地區 都會做這個活動 然後它還有一個 就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們會在廣場 去辦那些活動 然後也會免費發那些布林餅 然後男生都會分兩邊 然後要打架 要打架 可是他們就是現在打架是為了好玩 戰鬥民族 對 現在是好玩 他們就會這樣鬥鬥的 他們那個植番茄那個也很恐怖 對 那個番茄你不要看軟的 要直接砸中眼睛的話馬上扛走 他們想像得到 因為他們冬天太長了 對 對啊 他們太開心一個夏天 春天的來年 總算來了這樣子 對 送舊迎新 主要的意義就是這樣 這次能過年 蟹肉節學到了… 好 來 第二個 第二條… 其實那邊也可以撕耶 對 俄羅斯這一次病 至少要跑三次以上 為什麼 我聽俄羅斯朋友說 你們是不生病的 你們生病就是喝花咖 其實也是很多人這麼做 對 也是很多人這麼做 就是比如說他們 就是有一些比較神經病的方式 他們會喝酒 然後去泡澡 對啊 然後像我同學 就是之前在大學 他因為他家裡有那種 泡澡的那個浴缸 浴缸 就是湯匙裡面嘛 然後還在這邊放就是各種酒 還有那種開尾菜 對… 就這樣 我俄羅斯前女友就是這樣 好像受傷有沒有 看一下 然後那個瓦咖 就這樣直接倒 有瓦咖 是啊 但是因為他是小賭 他是小賭 這樣其實很好啊 就是看你為什麼要跑三堂 就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超方便 台灣有健保 然後到處都是診所大醫院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看 都沒關係 就是你一個小時都看完了 可是我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小孩是要看婦長課 我一定是要先去嘉義課 我先要跟他說 我肚子不舒服 我可能月經沒有來什麼… 他就說我覺得你要先做曹映波 先看看你有什麼問題 先籌一個學 而且也不一定是隔天還要派對 然後那個嘉義會旁邊說 我可能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你要去看婦長課 對 那真的喝發尬比較快 在哪有去推皮球啦 特別的地方是 他做這些檢查都不用付錢 因為如果是國立院 就是他連掛號費都沒有 但是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比如說台灣現在他是旁定說 比如說我感冒了 我要三天吃什麼藥 醫生不是會給我三天的分量 可是我是不一樣 他就是都會跟我說 那你要吃什麼… 然後我要去藥局 自己買藥 所以我家都是把一堆盒子 沒有吃完的藥 就很浪費 好麻煩喔 其實很麻煩 所以真的就是永福特加比較快 對 就真的這樣直接刀 直接刀…就好了 台灣當然方便了 台灣三大多的設施 第一個 宮廟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便利店 第三個就是藥局 藥局 好方便喔 對啊 方便 藥局 藥妝這個都有在買這樣 他們的方式跟我們的一模一樣 我也所有的一樣 對 Tankia在講故事的時候 因為語調很平順 我們就會慢慢 因為妳聲音很溫柔 杜利的就不會 他就精神就 因為你沒有跟他好好聽他講話 他眼珠會瞪很大 對… 來 杜利分享你的 我先講第一個 好不好 南瓜節啦 南瓜 大家都知道南瓜有沒有 那個南瓜不能吃得好大的 大的 小的都有 我跟你講 從九月開始 九月四 月四 月一月就是 美國到處都找得到南瓜嘛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甚至他們也會推出很多 南瓜的商品 譬如說你也買咖啡 他們也會南瓜口味的咖啡 好醜喔 有沒有很…沒有啊 這很能好喝嗎 這真的很難喝的感覺 你有喝過嗎 有 有那個還不錯 南瓜湯我都不喜歡喝了 我還喝南瓜咖啡 妳喝 妳去看醫生好不好 等一下 看一下妳開心嗎 就喝福特加至少 就是心心會好 妳喜歡南瓜福特加 還有我看到一個很非常特別的 一個商品 你完全想不到的一個 南瓜口味的 那很特別 你好 先不要 超噁喔 這個很特別… 就很特別 可是很噁 妳有帶來嗎 妳有用過嗎 那個南瓜塗在口上 就是在補唇上 然後被說… 然後被說我男朋友要親我 他不是會 南瓜 很顯然美國跟俄羅斯快要打起來 我覺得 一直都變好 Poutine 在台灣他們有一些農夫 他們種草莓 他們為了要增加他們草莓的 那個收入他們會做什麼 你可以去他們的農場自己去栽 然後自己做一些果醬什麼的 光光草 果園 對 美國也有這種 你可以自己小朋友就是 開心了 要去 他們的田地去找一下 他們最喜歡的南瓜 把它建起來 自己帶回家 然後就是把它切成臉 你們有看到那個Jack O'Lan 有沒有 對… 大眼睛或是乖乖的臉什麼的 恐怖的什麼都有 這個很好玩有沒有 做裝飾可以啦 對… 不要吃 不要吃 吃也可以啊 你們有沒有 台灣人不是很愛吃那個南瓜湯嗎 南瓜湯OK 有沒有 還好 南瓜派 南瓜派也不錯 也不錯 憲哥 我們瑞典超市有賣個 南瓜那個潤滑液 南瓜口味的保險套 你看… 這很特別… 那是陰人而已啦 喜歡的很喜歡 不喜歡很不喜歡 就像台灣人對芋頭 有些人很愛 對 有些人放進火鍋就翻臉 這是在漁民 他們種漁民 漁民長得會很高 他們會把那個漁民變成一個迷宮 然後變成一個Hunted House 你知道我有聽到一個傳聞 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為講到妖怪嘛 聽說紐約 Big Apple 紐約的城市十二點之後 吸血鬼不准進城 是有明文規定喔 真的 你有聽過這個嗎 這有毛病吧 這個 真的有 很多都是苦手的啦 真的嗎 就跟剛剛光復兄講的那個有沒有 什麼太醜不能穿比基尼 對啊 那麼的 拜託 我們這個海邊 隨便都抓走一堆人 海邊都很漂亮好不好 不是 這個我本人沒有聽過 說不定有 我可以回家幫你咕咕一下吧 我幫你咕一下好不好 好 下一條 我就挑到第二條好不好 賽前不可能沒有的車尾派對 車尾派對 車尾派對 你沒有聽過 Tailgate Party Tailgate Party超級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人很喜歡看球賽嘛 就是為了球賽增加那個氣氛 很多人會去那個球賽的那個停車場 就是因為美國人很愛看那一種 皮卡嘛 就是很大的皮卡 皮卡車啦 那個叫皮卡車嘛 皮卡車 皮卡車就把後面打開 然後你會發現他們車上有冰 那個冰桶 烤肉爐什麼都有 然後他們在外面就辦一個 很大的派對 像這一種的派對 有沒有 然後很多人在外面喝酒 有烤肉 有音樂 那你們不是不能在戶外喝酒嗎 沒有 在球場 球場 體驗 他們怎麼回家 他們不是酒駕嗎 沒有 搭Uber啊 看完比賽以後酒就行了 然後Uber我的車在去便啊 沒有…不是全部的人 譬如說我跟我老婆一起去 然後老婆不要喝 我不能跟你 你是酒鬼愛喝八個人 然後就跟他去嘛 那我就喝 你就把他開車好了 所以就跟停車場大打出手 是我要喝 我才要喝 其實也有這種 有一些人也會吵架 因為就是可能是 譬如說我是逢王城人 羅山基隊來的時候 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粉絲在那邊 也是在Tillgating 大家可能會開始吵架 那個氣氛就熱起來 開始打什麼的 什麼都有 來 第三條 好 最後一條 來 解釋一下 酒駕 當心被電視直播 很常看到 我滿常看到的 在台灣也有嗎 不是 在Highway上面 被直升機追的那個新聞報 對…新聞會報導這種東西 因為就是很多人 因為他們就是為了要逃避 不想要被抓 他們就開很快 甚至也是因為人開很慢 因為他們不想要太危險 有一些人開很快 然後他們會從那個自身飛機 所以我聽到 應該是剛去那個拍對 然後再去直播 對… 沒有 差不多 是因為他們去看醫生 看太久喝了很多Vac才開車 好嗎 他們不想要被抓 然後就開始開 然後開始開 然後警察開始追他們 但是警察也沒辦法追得太快 因為那個會變成 其他人也很危險有沒有 所以他們就是媽媽來就一直追 然後等到他們沒有遊 或是前面 可能是公里前面 他們會防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輪胎破掉之類的 他們會這樣子 那自身飛機也會追著他們 然後電視上會馬上開始直播 然後很多人就是很喜歡那種東西 誰…在裡面 對… 獨立被快被抓了… 前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人 OJ Simpson一個球員 那個新聞你還記得有沒有 大家都知道他那時候開什麼車 然後就追他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 最近酒駕很有名的是誰你知道嗎 誰 Justin Timberland 最近剛剛酒駕 出來道歉了嘛 對不對 對… 這巨星都會酒駕 我也有被抓過一次 你也有被抓過 你怎麼自己講 上新聞上了快一個月 對 但是為了別人的安全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酒駕 那天啊